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韩国歌手林允娥 她是90年5月30号 双子座已经出道很久了 先看一下塔罗命盘吧 这是一张影视 影视就是给人一种感觉是比较孤独的 其实内在是比较完美 要追求完美的嘛 这样的人才孤独 如果说是得过且过将就的话 那就不存在这样的环境了 肯定是与人在一起了 它是给人的一种是一种慈悲的 因为老者的形象 就内在 就比较简单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呢 喜欢一个人比较安静的做事情 不希望被打脑 当然老者的话 给人的感觉也是有修行能嘛 比较慈悲 善良 仁爱的一面吧 但也有个负面的 这个负面其实也得看什么环境当中了 就是一种比较敏感 所谓敏感就是 别人说的话了 别人怎么样了 可能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希望做到最好 正因为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呢 他才在一个人 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 没有人 那就没有人来指责了 没有人来给我要求了 他都可以自由自在的 遵循自己的想法了 所以这样的人 相对来说 就很容易受别人的情绪所左右了 当然正因为是容易感知外人的情绪 所以才有慈悲之心 才能够有动容 看到别人过得不好 一看 哎呀 流泪 为什么流泪 容易受他人的情绪的影响 所以说这样的人比较敏感 这是一个反推的一个过程 双子座嘛 相对来说是比较活泼的了 而且呢 从命格来看 比较有特点 做下四五位南方火地 这种的话 我之前其实已经说了好多了 就是唱歌的话最好有上官 一看四五位 他喝起来就是火 而且就是上官 也代表说一种是个唱歌了 而且呢 这种表演业内的话最好有火 也有啊 名气的话最好有火 就是说这种演艺人士 五星最好有火 比如那个肖战 他就是这样的 有类似之处 他也就是火 一定要有火 火代表蔓延向上光明 看得到的 你从事演艺行业 不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吗 就相当于这个古代 古代这个狼烟嘛 烽火狼烟 这火是往上的嘛 这个长城 那个狼烟起来 哦有敌人来了 就别人远远的就能看到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如果说是属水的话 那表示说水是往下走的 那这种就不利了 所以他是 他的身份一看啊 本来就是歌手主持人了 就是唱歌啦 主持啊 我才来多讲一下啊 为什么他做这个做的比较好 比较有知名度 就是这个道理啊 因为火代表说一种知名的 或者说这个广为人知的 就是上官代表唱歌 而且呢 这个根经代表什么呢 用神煞来看 就是越得贵了嘛 越得贵人来河叫以根河 一河就越得更 就是相当于说 一出道就别人就受到这个老板的重视啦 这个他才能够有资源 你再有能力别人不看中 你也很难有成就啊 怀才不遇啊 李白 事先李白 这个个人的才能很强 但是不重视 没办法 当局者不重视 一样的啊 他这个能够受 因为是年助 你因为太岁 为领导 为长辈也好 哎呦 能够受重视 能够有资源 本身又是唱歌的歌声比较甜美 而且呢 这个又是火 代表能够广为人知 我估计老板也看过的吧 蛮有意思的 然后呢 08年就比较好了 为什么呢 08年吉卯嘛 以到卯为陆地 什么叫陆 关路 关路就是凤路嘛 在古代来讲 在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能够有资源啦 有明显的这个 投入了 就别人给他的投入了 能够得到一些照顾了 所以是灵关陆地 好 08年 那05年就出道了 07年 应该是08年开始是最好的 因为08年换了嘛 进入这个19岁了嘛 19岁之后才是比较好的时间点啊 当然他出道比较早 05年就开始了 练习生啊 付出了辛苦劳动了 10年 10年 好 这就不太多看啊 商官的话唱歌跳舞啊 跳舞要差一些唱歌比较好 当然不是说就不能唱歌 相对来说 他的唱功会要更好一些吧 而且呢 这个 运势走向比较顺畅 灵关陆地 这种的话 考个大学应该 好点的大学 或者说重点大学都没问题 他的学历呢 没有什么学历啊 按照道理来说 是比较好的 这边怎么没了 应该是比较好 东国大学啊 东国大学 不管了 反正应该是比较好的那种 因为灵关陆地 商官代表书啊 学习语言的天赋也会比较高的 双子座本来就是说嘛 双子座 所谓双子座就是两个人嘛 双胞胎的意思 所以他说话的能力会比较强 但表达能力也好了 而且他能够卸这个气势 那表示说这个 与人交流相对来说 这个 他因为他是在递之的 在商官的话 在天干的话 那就表示一种 有点点抗上 所谓抗上就是容易伤到别人 就是说话可能也不注意了 在递之的话 那就能够把这个情绪压制 就能够表现出来是 并并有理 如果商官按理说是一种 打破常规 不喜欢约束 喜欢自由 这类似的 但在递之的话 就能够压制这些负面的情绪 好 东方神曲 好 07年 按照到底是08年明显的改变 然后 是的 这个一纸一纸就比较好 来火了 这个就不来多说了 应该是比较顺畅的 从感情的角度来看呢 那就肯定不利了 为什么不利呢 一看 我一关一杀就要关杀混杂 这种 五行的缺土的 不能说缺土啊 一个土两个斤的 当然是知不知 没有啊 没关系 反正看个大概了 娱乐了 一个土本来是生金的 但是呢 他是坐下是一个火 火克金啊 被克制了 所以说他 在个情感当中是比较主动的 所谓主动就是 要么就 摘起了 这个 因为他是在官面上的嘛 或者说在台面上的 这个 昨天我讲的是郑秀炎吧 应该 郑秀 对 郑秀炎 郑秀金王子了 有一个他是 他的官是暗藏的 暗藏就代表说 哎呀 我没有啊 看不到 别人 他就是一种 别人看不到的 这个是别人看得到的 恋爱他一定别人知道的 这种有区别的 这个以根一合嘛 那么说明恋爱会比较早一些吧 嗯 没有啊 哎呦 有三年 很明显的嘛 这官杀有多肯定有 这就好不好认详 按理说肯定是不利的 为什么 坐下无火 心事 跟到无火呢为败地 心刀司呢也为败地 所谓败就把他破败 破坏 就是 所谓败就是一种 可以理解为是 可能某方面哎我恋爱了 可能某方面事业上就不行了 那他呢可能 事业性比较重 上官嘛 把这个 就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就像这个影视 我一个人要修行 我一个人要去这个冰铁雪地当中去追寻真理 啊就一种哎 孤孤单的一个人 有点孤单的感觉 一样的 所以说在情感上肯定就不喜欢太太那个太多的束缚约束 那自然而来就不要了嘛 感觉到哎 有点负担了 那就不用了 所以说 这样的其实也挺好 好在哪里呢 专心 专心的做自己的 事业 也是也确实如此 比较好 这样的话 如果说他真的有一天真的恋爱怎么样了 那就代表说这个哎 他的事业可能放一遍了 或者说慢慢慢慢要隐退了 退居欧陷三星 类似这种情况了 当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没有啊 好像没有恋爱吧 好 回归到正题 或者说 讲一讲今年的吧 去年的话 几亥年案里说是不利的 因为是一个隐害和 同时呢 隐害 似害相冲 这个可能不利的指的是 一定程度上的吧 还好 因为天干击土了 地质是一个 像冲的 冲的是月租 这月租月租的话 表示说他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一个重心的转移了 这个不利指的是一种不适应吧 不能说不好 一种不适应 可能比如港 他这个没什么港会吧 不是公司 但应该也是 比如说侧重点啊 方向呢 会有所转折 一定不太适应 就这种 可能19年吧 几亥年害水了 然后表示说 从事一些新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要学习一些 是新的文化 新的知识 比如说去别的地方发展了 或者说他主流在这个什么 比如要到中国来发展 假设 这个好像在中国老早就排戏了 1415年就排戏了 就是19年可能学东西很多 比如说学中文了等等 因为学习语言的天赋也是比较高的 但19年的话要想冲 可能会有点点冲突 在学习上吧 然后今年呢 今年是今年好不好呢 不离啊 这个指五冲 指未穿 这个一冲就代表冻 那么什么时间点最差呢 它总有一个时间点的吧 不可能什么都糟糕啊 就可以理解为是在现在这个月 6月到7月吧 就在这个月 6月大概到7月底吧 6月份到7月份大概这两个月之间 就这两个月大家可以 是他的铁粉的 是他的粉丝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月 肯定不是那么理想 总会有一些事情 当然这个冲的话 是指工作 合约 或者说一些 怎么说呢 个人的这些新闻嘛 相关的新闻会多一点 也会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他的这个工作 今年特质今年 当然你说很严重吗 这个不至于啊 这个都还好 而且呢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今年能不能立案呢 毕竟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嘛 90年了嘛 今年31了 叙岁 那么相穿 就算谈谈了也没什么结果 估计也不会去 最多别人发现 哎呀 河水比较亲密了 河水比较暧昧了 然后也公布什么什么照片也发 最多是这个 一定程度上有点影响吧 因为相冲了相穿了 这个肯定没什么好的特质 今年没什么好的结果 那么以 未来几年来讲的话 明年新丑年 哎呦 明年新丑年 那就不好了 那个不好的话是指身体上 观察太多 来克制代表身体的不舒服 身体的不适 而今年 今年的话多数是 一种 它是一种 事上冲动 而且硬心来从工作上 这个工作 还带有点点感情上的 明年是 就是身体上容易受到损伤 表演了 怎么样了 可能会有一些 总会有点是 伤害或者说受到损伤 这么个意思 今年特质在6月 就在这个月嘛 以及下个月7月份 重点关注吧 你应该会有点新闻出来 好 就简单的分析一下 最近在学识紫围得数 再过两天 这个小赞的 应该就可以做了 好 谢谢大家